随后他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跟踪 逐渐摸清了李峰父母的活动规律 2017年10月24日 他偶然间得知李峰的父亲要出门 便觉得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 我心里要产生了弱缺 所以就很愚蠢地到了这个过程 2017年10月25日晚上7点多钟 张杰潜入了小区 因为李峰的父母住在一楼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伸缩楼梯 潜入房间 戴好面具 拿出了匕首绳索 将李峰的母亲 强行带上了自己的汽车 把老人带到了沁水县郊外 一处废弃的房屋里 随后他拿出了李峰母亲的手机 拨打了李峰的电话 要求对方准备50万元赎金 阿姨对不起 我发生了如此最好的事情 对您的生心和以后的生活 必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会在这里边 慢慢地翻新自己